美国海洋季大气总署研发的 OSS海洋素养系统课程 获海委会授权在台湾推行 想要感受海底压力 把手伸进来 然后我就完全不能动 我拔都拔不出来 探索不同海洋区域的特征 学生从实验中学习光压力 温度和盐度 它这个是加了三匙的盐巴 跟六颗的冰块 然后它就是要测这个 这样子的海水呢 能够到几度 几点角度 另外还有理解人类生活 对海洋的影响 及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与金融市副市长邱沛林 一起观课 加入学生们的小组讨论 感受海洋素养教育的落实 有一组同学 他们在研究鲑鱼 他们要观察的是鲑鱼 然后看到一张照片 我们就问说 我跟副市长就问说 你看到了什么 他说鲑鱼很可怜 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很可怜 结果呢 过度捕捞 对 他说因为鲑鱼被过度捕捞 你想想看 国民小学五年级的同学 当他借由这套课程 他会说出 我们在海洋生物上 被过度捕捞 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觉得大人就很感动了 因为他就知道 那是不能做的行为 那是人类伤害海洋的行为 那当他在这么年纪小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信念进入他们的脑海 然后是经由这么样的一个 启发性的主动的实验的过程 去建立这样的信念的话 我相信他的一生 他会热爱海洋 他知道会要保护海洋 所以我们鼓励各县市政府 跟基隆市政府一样 重视这个计划的推广 那我的责任就是去找更多的资源 希望能够在国家的预算当中 能够切进来更多的国家的资源 来推广这一套 非常启发性的海洋素养的教材 海委会2024年启动补助县市政府 推广海洋素养典范教材计划 从台湾头开始 共同推动OSS教材 由国海院召集海科馆 海生馆与伯克莱加州大学 劳伦斯科学馆专家 共同组成OSS海洋素养台湾队 期望透过系统化课程 带给学生不同的海洋科学体验 让我们一起打造 海洋素养典范国家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